哈喽,小伙伴们你们好啊,我是阿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魔术师在不使用道具的情况下 能完好无损地从长长的手下逃脱吗? 选项A,能 选项B,不能 在视频下方评论选择一下 这一集的故事中会给大家揭晓答案的哟 嗨,大家好,我是不可靠侦探 这次我来到绿两河公园 准备调查从前发生过的一起伤人事件 自从这件事情后啊,这里就被封锁了 可奇怪的是,这里的部分设施还在运行 难道还有人在维护这个地方吗? 我先来收集一下线索好了 咦,马戏团? 唉,这里曾是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地方 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 咦,这里还有狮子 我听说这只狮子是一位训收师饲养的 可是这只狮子 哈哈,这只狮子可真有趣 想必它以前应该是马戏团里面的主要角色吧 真想看看它的表演 不对,我是来调查真相的 不是来看狮子的 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去别的地方找找线索 唉,前面那个棒打腰圆 身体健碩的肥胖男子是谁啊 唉,他过来了 先甩开他再说 这里面有两个板子 可以好好地利用一下 哼,你别以为我是个侦探 只会用头打 我的身手可是第五大街侦探社里面 最顶尖的人物 以前我调查红教堂事件的时候 把一个小丑溜的团团转呢 唉,小丑 该不会 那个小丑就是 哦,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当初我调查红教堂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小丑 就是在月亮和公园 大开杀戒的那个真凶 小丑在杀了那么多人之后 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 躲到了红教堂那里 然后靠着抢来的打折鸡蛋 维持生计 唉,可惜啊 当初我成功逃脱以后 带着警察赶回来的时候 小丑已经不见了 我原本以为小丑只是个小偷而已 没想到他隐藏得这么深 哼,下次遇到小丑 一定要把他捉拿归院 嘿嘿 这下月亮和公园的案件就解开了 可是 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算了 还是先甩开他再说吧 总算把他给甩掉了 我记得他不是厂长吗 他来月亮和公园要做什么 我还闻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看来他被我还隐藏着什么 再去看看别的地方还有什么线索 哼哼,真好玩 哎呀,不对 我要开始调查厂长来这里的原因才是 总玩雪原真不满了 前面就是鬼屋了 我听说这里会传出小女孩的歌声 这是真的吗 哎,这里有个箱子 先看看这里面藏的有什么东西 然后再去调查鬼屋 哎,一本书 是厂长的日记 上面写着 哦哦 算 Fly